钟大红可真是机灵的一批,他深知留在闪雷族必死无遗,所以主动选择叛族,当众称呼王林为自己的主人。 书接上回,就在王林夺得不灭之雷,准备离开闪雷族时,下方有位修士挣扎着从人群中冲出,直奔王林而来,他大喊道主人,你可还记得我。 显然此人正是不久前将王林视为主人的钟大红,可他当众说出这番话,就等于是背叛了闪雷族,很有可能被其族人杀死。 所以钟大红需要承担极大的代价,可他为了心中的那份坚定,已然顾不得太多。 此刻钟大红在心中自语道,人这一生总要做出艰难的选择,就看我钟大红的命运如何了,反正继续留在闪雷族也只有死路一条。 倒不如试试看,能否跟着主人一同离去,老子才不在乎会不会叛族呢? 王林文言略一停顿,转身冷冷向着钟大红望去。 钟大红咬牙之下连忙又说道,主子,我是钟大红啊。 正所谓一日为主,终身为主,宁可不要将我一人丢下。 我愿誓死追随在主人身旁,绝不背叛。 王林冷声问道,你真的要跟我走? 钟大红听闻王林开口,立刻疯狂点头回应道,只要主子能让我跟随,无论让我做什么都可以,杀人放火劫菜劫色。 我绝对不会比那许丽国做得差,主子就给我一个机会吧。 王林没有多说废话,直接袍袖一展,便将钟大红卷入到了储物空间,与许丽国为伴。 紧接着王林一步迈出,又来到了散灵上人与数个闪雷族强者交战的地点。 他直接施展出极尽闪电,秒杀了两位天人一衰的修士。 王林看向散灵说道,散灵倒有好自为之,王某告退。 散灵上人见王林出手帮助自己灭掉两位强敌。 他大笑着回应道,王兄慢走,老夫有欲,你我还会有相见之日。 王林默默点了点头,便转身瞬间消失在了闪雷族当中。 而王林再次出现时,他已经来到了太古星辰一个隐秘的修真星当中。 此星由一个小族所驻守,其中凡人居多,非常适合王林用来闭关修炼。 因为王林猜测有三部大门搜寻,找出他的位置应该非常简单。 可他若是凭借本源之力进行搅乱,再寻一处人多杂乱之地,或许便可略作躲避。 王林来到这颗修真星后,他便买下了一间房舍,开始了闭关炼化太古雷龙。 可即便是以王林如今的修为,想要炼化这些雷龙也绝非一事。 好在他除了拥有雷之本源外,还拥有火之本源可以更好地压制太古雷龙。 接下来王林花费了三日,才彻底将八条太古雷龙全部炼化,成为了自身的一部分。 如今他的原神已然化为一道闪电,雷之本源更是越发壮大起来。 王林知道自己的时间非常紧迫,他立刻又将不灭之雷放出继续炼化。 这不灭之雷当中蕴含了一股意识,与王林不断抗衡,并展开了厮杀。 王林大喝道,与我融合,成为我原神之物,让我雷到本源大成。 他的神势如风暴横扫,瞬间便撕裂了不灭之雷的所有抵抗。 当不灭之雷被彻底吞噬后,其内存在的意识也全被王林炼化。 王林的修为更是在瞬息间达到了碎孽后期,并且他还从不灭之雷的记忆中看到了三幅画面。 第一幅画面是整片星空出现了崩溃,那星空之大要远远超越界内界外。 在这崩溃之中,有一道闪电疯狂冲出,那正是不灭之雷,但比起现在要大上无数倍。 第二幅画面是不灭之雷,被一个中年男子握在手中。 这个男子没心处有七个花瓣的图案,看起来非常诡异。 他喃喃自语道,可惜了这太古神虚之雷,怕是万古岁月都无法恢复当年。 罢了,还是将你送出去吧,接下来就看你的造化了。 随后男子抬手一挥,便将不灭之雷抛向了吴静远的区域。 第三幅画面便来到了闪雷族的圣地中,不灭之雷被八个修饰围住。 闪雷族的长老们对于这八人极为恭敬,甚至隐隐透露着一丝畏惧。 然而这八人当中的首领却是让王林心神俱振,因为对方体外环绕着惊线,左眼中还有一团五彩之光。 王林对于这团五彩之光非常熟悉,他一眼就能认出那是五彩极境。 说起这五彩极境,王林上一次看到还是在朱雀星之时,曾经追杀司徒男的那多,那人便拥有五彩极境。 王林根据这个画面开始思索到,此人体外环绕的惊线,正是昆吉边。 这也恰巧印证了当初与闪雷族大长老一战时的话语。 再加上那多的五彩极境,或许这群神秘修士并没有离开,只是前往了界内。 但却不知在界内发生了什么变故,最终五彩极境落入那多手中。 七法宝昆吉边也遗落在了朱雀星,想必那多一定知晓很多秘文。 王林想到这个深吸了一口气,他强行将这些疑惑暂时压了下来,毕竟目前还不是思寻之时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